哈喽大家好 近年来住房危机已经成为加拿大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有很多政客把这一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新移民 他们声称大量的新移民涌入导致了住房短缺和房价高涨 而且最近政府还声称将减少永久居民数量 移民部长最近表示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多种选择 以重新评估永久居民的数量 并且暗示即将到来的政策变化将是重大的而非表面的 这一言论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在住房危机这个问题上 加拿大政客们总是选择让新移民来背锅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将责任推卸给新移民 不但是不公平的 而且新移民才是住房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而减少永久居民数量只能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 揭示住房危机背后的真相 首先需要了解推高房价的动力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加拿大房产市场的结构变化 在加拿大几个主要城市 比如多伦多和温哥华 房产投资在购房者中的比例近年来急剧上升 根据CMHC的数据 2022年多伦多的房产投资者比例就达到了近40% 在温哥华这一比例更高 甚至接近45% 这些数字表明几乎每两套房产中就有一套是由投资者购买的 而并非用于自住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加拿大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加拿大央行持续将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以刺激经济增长 这种低利率环境使得借贷成本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因为投资者可以轻松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然后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 并长期获得高额回报 这极大的刺激了房产市场中的投资需求 数据显示 2016年至2021年期间 加拿大的房价就上涨了超过50% 在这一期间 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历史低位 导致市场中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 房产投资者的行为影响了房产市场的预期 这种预期引导下的市场投机行为加剧了房价的上涨 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 因此投资者的预期和市场投机才是推高房价的真正动力 以温哥华为例 2016年至2021年 投资者购房比例从30%上升至45% 同时温哥华的房价在这一期间上涨了近70% 这意味着投资者大规模购房的行为 不仅直接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他们还通过市场预期的改变 使得房价被持续推高 然而这种投机行为的后果是 当市场预期发生改变 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时 房价将出现快速下跌 事实上2023年下半年 随着加拿大央行多次加息 房产市场开始降温 多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显著下跌 市场数据显示 温哥华的房价在2023年第三季度 从峰值下跌了约15% 而多伦多则下跌了约10% 目前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这表明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 而且这可能预示着加拿大房产市场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调整周期 在一些社会舆论中 住房短缺被认为是导致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然而事实上 加拿大并不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最新的数据表明 加拿大近年来的住房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全国新建住房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27万套 比前一年增长了12% 这其中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两个最受关注的房地产市场 住房建设增幅尤其明显 比如多伦多市的新增住宅许可 在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超过10万套 而温哥华的住房建设许可 也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 加拿大新房开工从6月份的247,840套 上升至7月份的255,783套 涨幅达3.2% 即便是如此这些新建住房中有很高的比例被投资者购买 用于短期出租或者是干脆空置用于资本增值 而没有用于满足本地居民的长期住房需求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住房建设如此活跃的情况下 住房市场依然供不应求 住房供应增加却没有真正缓解市场的紧张局面 疫情期间 加拿大的超低利率导致了大量资金涌入房产市场 推高了房价 而且央行未能及时调整利率政策 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 在房价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时候 他们依然维持超低利率 导致市场投机行为愈演愈烈 直到房价已经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央行才开始加息 但此时房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对房产市场的干预存在严重的政策失误 这些政策从未直面问题本质 昏招贫出 非但没有抑制 反而更助长了房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最近的报告显示 加拿大议会五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中 有四位投资了房地产 唯一一个没有投资房地产的是 魁北克集团领导人布朗谢 2022年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文件指出 在2020年60%的至少一个议会席位的政党领导人的披露表中 列出了租金收入 投资房地产的联邦部长省长市长更是不计其数 比如副总理监财政部长方惠兰 再比如直接负责联邦住房政策的前联邦住房部长 现任多元化和包容性部长的胡森 安省省长福特 魁省省长乐高 他们都有房地产投资 这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 特别是在加拿大持续面临住房挑战的背景下 这些官员都是房地产投资者 他们对加拿大住房危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现在他们却想让新移民来背锅 这完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政府为针对本地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采取有效措施 甚至是适得其反 很难说不是刻意为之 这使得投资者情绪高涨 房地产市场持续过热 现在自由党政府计划减少永久居民的数量 如果这一政策实行 那将是近年来最大的决策失误 首先新移民长期以来是加拿大劳动力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加拿大人口老龄化加剧 新移民的引入对保持劳动力供给和维持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减少永久居民的数量将直接削弱劳动力市场 在一个永久居民的技能正在填补加拿大的医疗科技工程等 主要领域的缺口 如果减少新移民流入 可能导致这些领域的劳动力得不到满足 这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进而阻碍创新和经济发展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加拿大并不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住房危机也并非由新移民引发 高房价和房产泡沫是由房地产投机行为所导致的 而并非新移民的住房需求 要真正解决加拿大的住房危机 需要政府有针对性的解决住房投机问题 近十年来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被投资者所主导 这些投资者利用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环境 进行大规模的购房 使得新移民饱受高房租高房价的痛苦 尤其是近一两年来的新移民 他们不但要承受高房价 同时还要负担高利率抵押贷款 而新移民对经济的贡献 远大于他们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减少永久居民的政策 不仅不能有效解决住房问题 反而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甚至是崩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